謝謝你, 多點來光顧 是不是四蛋撻兩雞批? 好, 行 中午又是對你肚皮重重有想的時候 有一大群人就選擇這間新開的餅店 以餅食補給鹹的戰鬥力 不過來到這裡要有一個附加條件 就是等 收穩台前排滿一堆人 餅店門前也有一條龍列陣 真的很長龍, 排了四個字 想吃就買, 想吃就排 對, 我以為那間舊店倒閉了 接著它在這裡開, 我們就買一下 旺祥, 店內氣氛自然喜喜揚揚 不過八個月前, 餅店滿載不捨離場 餅店七七年開業, 因為業主收樓 上年八月被迫千里原子 得到結業的加持, 餅店迫到水舌不通 因為很多年了, 我想過不如吃飯 我也很不開心, 吃了很久了 很古老的字, 很不捨得 沒有預計到這麼多街坊之前 今天看到很多都是熟悉的聯盟 那有沒有好感動? 有 以為從此成為回憶的味道 慶幸餅店最後復活 三月, 在園區歷密地址重開 始終時代進步 裝修格局已經全部舊舖的古舊風味 不過, 只要味道不便, 仍然惹人回味 每天賣多少? 500個桶 在家坊見到我們重開時 有忌廉筒吃, 很開心 由開店至今 老闆46年來都離不開製造忌廉筒 現在餅店復活, 手藝得以繼續發揮 傳統的餅食亦可以賦予生生命 街坊走回來的, 有很多人問 為何不回來就去一家 說賣麵包等等都不好, 不方便 街坊支持我, 我一定是做的 這個紀念筒的, 或者我比較熟一點 做出來的, 都OK, 所以很有誠心 新店到臨, 亦令新歡舊外共野一勞 店舖熱賣的餅食, 包括這幾款新寵 現在最新出的就是麻薯QQ 芋頭布甸蛋卡, 裡面有麻薯、有芋頭 然後全盤是鮮奶, 還有淡忌廉 年輕人比較喜歡一點 新歡, 原來是師傅 在舊店結業時救師出來 休戰只是為重新作戰有更加的表現 因為到處去學, 看見別人這些 賣得多好, 拿所有豉油煲就開店了 全交給你, 我們嘗嘗出 誰知道效果真的不錯 這裡是四字樓, 還有年輕人較多 比較新潮 最多都是時代不同做 有些… 避免年輕人適合的食物 始終需要, 兩個都會配合 有舊客和新客一起融合 傳統都有, 照守著 不如加一些新意 然後放進去 那個皮很香, 很香脆 裡面的鹹也好吃, 都有點驚喜 煙韌的, 不像牙的 新舊款式, 並沒有互相排斥 反而雙劍合璧 聯手出擊, 令餅店迫上加迫 非常忙, 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支持我們 謝謝食客, 謝謝街坊來支持 因為我媽媽和爸爸住在這裡吃開的 可以吃的味道 對, 不用去到那麼遠 我爸爸吃的蛋糕, 當你吃的蛋糕 蛋糕, 超級漂亮, 我愛中國食物 店舖再生, 已經是絕非義士 還可以來個華麗轉身就更加難得 雖然不再是純粹的傳統麵包店 不過仍然為街坊送上滿足的味道 其實租金應該貴了很多 都貴了, 比以前貴了也有三成 我覺得值得的 見關於街坊就很虛心 每個人都說, 真好, 你們終於回來了 當初沒想到會有這麼多新的 寫字樓來幫忙 心裡很軟, 很甜 店舖能夠死而復生, 得以復活 必然是分身拼搏 現在六點多了, 我準備晚市 穿些遺品, 開始做事了 現在暫時晚上只有我一個做 請客人, 暫時都請不起 這樣就變成一件事 自己都要自己下手下腳做 有時那些客人休息 我水巴都要做, 自己沖 將成本降到最低, 節省得節省 要計算, 因為前居可鑑 生命沒有踢足 不過, 這間潮式清湯攬店 有幸迎來Take Two 打倒重來 至今, 人手就要重新計劃了 本來店舖是位於尖沙咀保立行 2019年開業 但跟很多食肆一樣 遭疫情這個連環兇手無情殺死 一碟死, 一碟命 在新蒲江, 零開一間 尖沙咀, 我們是遭遇疫情 沒有遊客, 每個人都要貼錢 做這個合約, 才轉過來新蒲江 這區最主要是有民生 有公眾區, 有寫字樓 有這幾方面就看好前景 沒有, 跟我想像中非常穩陣 做回本地 新店晚市, 生意穩定 人流維持一定的基本水準 不過, 始終不是這間店內 最熱鬧的時刻 重兵是要在五市部署 一瓦瓦的牛腩牛肚已經整裝待發 準備送入客人的嘴巴裡 一個五市, 大概要100斤牛腩 8、6、7碗 以前的大舖, 一個五市 大概要做300碗, 即200斤左右 因為大舖比舖舖大一倍 差不多開始了, 一路追回大舖 廚房的真正火頭大將軍上陣 而一副, 去應付滿堂食客 新店的五市比較紅 以前沒那麼好的生意 最虛心是這件事, 繼續做下去 起碼不會失業 五市總算能做到座無虛席 跟舊店時被迫擺出的空城計相比 生意不知多少倍 分沙腩就軟一點, 用入口 是否因為在附近工作 所以光顧 對… 牛筋很軟, 牛腩很軟 很好入味 你好… 怎樣?最近的食物好不好吃? 可以… 你們在尖沙咀舅舖鋪 都很熟悉 很高興, 特地走過來這邊玩我 謝謝… 舊店總算沒有白白犧牲 至少也收穫到一群中粉 衛生店注入財力 尖沙腩, 真是好吃 我在尖沙咀跟著她過來 但始終覺得在這裡吃開了 起碼不會有些好吃的店 一收拾了就不能吃 還可以的 起碼可能這樣就變成香港的經濟 可以好一點 起碼可以開開了 現在很多收拾了就沒有了 在疫情流行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 食肆要打敗它 唯一方法是要跟它鬥長命 捱過了, 最後勝利必然站在幾方 我們潮州人不願意輸 在哪裡跌倒, 在哪裡重新